原标题 更使地刘权推翻了王莽政权 为何最后使刘秀成为东汉台国皇帝 许多人对汉朝政权的了解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汉高祖刘邦所建立的西汉 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 其次是王莽篡汉建立的新朝 公元8年至公元23年 最后是汉光五爹刘秀恢复汉史建立了东汉 25年至220年 然而从时间顺序上来看 王莽政权被推翻到东汉建立 这中间还有两年时间 在这段时期内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答案是诞生了一个短命的王朝 玄汉 公元11年 黄河在金河北林江县西发生绝口 其河道脱离了北部旧河床 改道至东南的洛川故党 最后再历经一带入海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并引发了大面积极荒 为了生存 食不果腹的难民 开始抱攀许暖 他们到处截掠粮食 财务 并向当地官府发起正面挑战 短短几年时间 原本各自 卫战的难民团伙 经过不断合并 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农民习义军队伍 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荆州地区的陆林军 和山东地区的赤梅军 起义军队伍最初都是由农民自发组织形成的 但到了一定规模后 一些队王莽政权持敌意低使身 也纷纷投身加入 在这些投身起义队伍低使身中 南阳郡的汉朝宗氏家族成员 最受众人拥戴 其中 汉景帝的六世孙刘衍 汉光武帝刘秀长兄 很快就成为了陆林军中的重要领袖 公元二十三年初 陆林军与王莽的官军 在河南发生战斗 并取得了关键性胜利 不久 陆林军首领们共同推举一个叫刘璇的汉朝 宗氏成员为皇帝 史称邓史帝 历史上将这个由刘璇统治的朝代称为寻汉 展开全文刘璇 也是汉景帝的六世孙 与刘衍 刘秀是隔两房的唐兄弟 东汉著名史学家搬户在汉书中将刘璇描述成是一个愚蠢的酒肉之徒 而将刘衍形容成是一个兽器 义军首领迫害的盖世英才 这样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 能在乱史中得到那么多强人一致拥戴 邓史帝刘璇的个人能力和威望肯定不差 但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 邓史帝既然无法巩固住自己的地位 那就只能任人凭说了 此外 刘璇之所以会在汉书中被塑造成是一个悲情英雄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刘秀后来成了皇帝 他自然要将起义军早年的功绩 都归到其长兄身上 为自己这一脉 受命于天 找出各种合乎情理的借口 公元二十三年末 陆林军攻入长安 往往政权垮台 自此 邓史帝和他的陆林军 占据了全国最富饶的地区 并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可 新王朝出路曙光 然而 邓史帝却在这一关键时刻 犯了几个致命错误 最终导致他身半名裂 没有善中 邓史帝的第一个致命错误 是派刘秀去河北独立执行招服当地起义军的任务 当时 刘衍阴谋反罪明白 处决 刘秀内心肯定是对玄汉政权极为不满 邓史帝的这个指派 刚好让刘秀有机会 可以摆脱朝廷控制 却北方发展自己的势力 邓史帝的第二个致命错误 是没能处理好与赤梅军的关系 在推翻王莽政权的过程中 赤梅军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王莽政权垮台后 赤梅军中的首领纷纷宣布 要投靠复兴的汉朝 集权汉政权 此时 邓史帝应该给予他们高官后路进行笼络 可是 他却只册封了这些首领为侯爵 而对别的方面需求不云理会 这就导致赤梅军诸首领的极度不满 进而与邓史帝分道扬镳 邓史帝的第三个致命错误 是对南阳市申集团过于信任 当他宣布定都长安后 南阳市申集团与政府改足 为借口成绩发展自身势力 并逐渐隔离了原路邻军首领 与邓史帝之间的联系 这就造成邓史帝和首领们 越来越不信任对方 结果 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 玄悍政权内部先发生了 激烈的权力斗争 从而严重消耗了整体实力 波元二十五年 士梅军兵分三陆攻打长安 同年十月 士梅军进入京师 邓史帝在骑马出逃后被俘虏 不久被人勒死 玄悍政权宣告终结 另一方面 刘秀在河北迅速发展壮大 史书上称其跨州剧土 代价百万 当邓史帝和赤梅军陷入激战的时候 刘秀已经在黄河以北登基称帝土 公元二十五年十一月 刘秀率军进入洛阳 并控制了北部平原 这一区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中心 刘秀和他的军队占据这些地方后 可以得到稳定的后勤攻击 公元二十七年一月 刘秀率军和已是强弩之木的赤梅军展开决战 结果 赤梅军战败投降 刘秀成功清除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块最大绊脚石 在经过长达十二年时间的南征北战后 刘秀相继剿灭了河北 关东 龙游 西蜀等地方割据势力 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成为无可争议的东汉开 国皇帝 参考了县 汉书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